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还没有死 死 陈北明做梦的吧 你小子今天要是不还钱 老子就叫你生不如死 还有老子的账 你今天要是敢少一个子 我马上就把你的房子烧了 没 没错 还 还有我的 不准你们欺负北明哥哥 更 更不准 你们烧了叔叔神神的房子 只是他们留 留给北明哥哥的 你 淑 淑姨 这是洛河市 我家 可我不是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吗 怎么回事 你 大人 我痛 这 这是 五帝 对 我本来跟兴盟的五大帝 一起前往青秋山 围剿一头地井的妖狐 但是最后 却突然遭遭难算 我陈北明 为兴盟立下汗马功劳 战杀无数妖兽 没想到最后 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上 五帝 你们既然担心我会威胁到你们的地位 那么终有一天 我必将你们踩在脚下 书一眼活着 这确实是十几年前的洛河市 我居然 回到了十几年前 那小子刚才笑得好邪门 他 他该不会是疯了吧 欠我们的钱 就算是疯了也要还 小兔崽子 再不还钱 别怪老子不客气 这小丫头看着虽然瘦了点 扔到黑是卖了 至少能抵点利息 卖了书一眼 你们若是敢动他一根寒毛 别怪我将你们剁碎了 丢出去喂狗 哥哥 小兔崽子 才几天不见 就敢在虎爷面前逞能了 怎么 欠老子们的钱 还想赖账不成 你们几个的账加起来 不过三百万 带着你们的借据 三天后自己来取 你 你怎么知道一共是多少 两百九十六万 这小子真的中邪了 未卜先知啊 难道我会告诉你 我前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吗 虽然那次情况完全不同 不对劲 臭小子想骗我 小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你说你来还这将近三百万的欠款 他的账 本小姐来替他还 东方紫玉 东方紫玉 洛河一方拒搏 东方家的二小姐 我还和她的姐姐定过我二亲 只是父母失踪后 他们就立马撕毁了婚约 原来是东 不 二小姐 若早知道是您 您跟陈小兄弟有救 再给小的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上门栏收债了 还 还请二小姐见谅 不知者不醉 陈北明 滚出洛河市 永远别回来 你的账 我东方家替你还 你们想要的 是这两层楼里的东西吧 怎么 两百多万你还嫌不够 打算敲诈本小姐一笔 陈北明 你最好不要不识好歹 若不是姐姐求情 父亲他们看在陈叔的面子上 你以为这两层破楼 还能够卖钱 北明哥哥 北明哥哥 这 这栋龙不能卖 我知道 放心吧 只要北明哥哥还有一口气在 任何人都别想欺负你 东方紫玉 该管的人 是你 东方紫玉 该管的人 是你 陈北明 你居然敢让我滚 怎么 还想听我说第二遍 你们几个 三天后带着欠条过来 本少爷 我会一分不少的全部还给你们 什么小呀 居然敢对本大爷这种态度啊 要不是你和东方家的关系 好 陈小兄弟 我正乎今天就给你这个面子 三天后再来 还等什么 都走吧 幸陈的 既然你不识好歹 本小姐倒要看看 三天后 你从哪里找到三百万还给那些人 东方紫玉 我能不能找到三百万 似乎跟你没有关系吧 你 气死我了 凶陈的 北明哥哥 你昏迷了好几天 应该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 我给你做饭 书仪 雪球 初级的境界 雪球 你的修为 怎么会掉落到最原始的状态了 是你带我回来的 对不对 本来 我已经死在那些大地直视的手里面了 好 你会醒 你们千方百计置我于死地 可惜 还是没有想到 雪球有时空穿越的特殊能力吧 北 北明哥哥 这 这是战兽吗 你什么时候成为兽人了 算是吧 他叫雪球 性格脾气都很温顺 以后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一起玩 可 可以吗 你是我妹妹 当然可以 小东西 她是我唯一的妹妹 你以后 可不能欺负她 好了 你先陪小雪球玩 我去准备一点东西 前世的我 还不了那么多债 最终离开 然后失去了妹妹 还有这个家 但是这一次 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记得爸妈 当初在黑市上买了不少材料回来 应该还有剩下吧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做成那件武器 好了 看来要费点功夫 好好找找了 这是 花纹钢必烧 好东西 有了这等削铁如泥的力气 斩杀城外的那几只妖兽 暂时也用不着别的武器了 北铭 书衣小丫头 站不在 快给我开门 虎狗熊 懒虫哥哥 你怎么过来了 小书衣 我找你哥呢 那人呢 有天大的好事哦 北铭哥哥 北铭 快 跟我走 有好事 你小子能有什么好事 不会是叫我 去帮你出苦力吧 哎呀 走走就知道了 这次绝对是大买卖 书衣 我和你哥出去一下 这次隔禁要花点时间 你自己在家要小心啊 知道了 你们也要多小心啊 这次又是要做什么 青木藤蛇妖 听说过来 有人为杀青木藤蛇妖 算你聪明 那青木藤蛇妖 也不知道抽了什么缝 咬伤了我们洛河 是好几个世家的子弟 现在准备那几个世家的 兽人围攻呢 我收到消息 立马就来叫你 够一起吧 青木藤蛇妖 那可是我预定的猎物 这些大家族 可真会跳手 青木藤蛇妖 那可浑身都是钱啊 随便一点鳞片 蛇血 卖到黑市 都够我们吃好几天了 那就赶快 青木藤蛇妖在哪边 北 北边 北 北明 你 你这小子 怎么会跑这么快啊 以后我再告诉你 现在我们要快点过去 那条青木藤蛇妖 绝不能让别人抢了 北明 你小子疯了 快回来 等住 等住啊 小子疯独 拉出去 快 看我的 快 快把他托到一边去 快 快把他托到一边去 救我 冬死了 小心 暗处发狂了 这暗处力气真大 信号多得快 这又是挨结实了 还不立马粉身碎骨 小心点 只要你洗草肉厚 或有蛮力 而且不幸超忙 一个不小心 被那两颗毒鸭养的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你们 是时候了 什么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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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论 走去现在 哎 嗯 嗯 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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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的畜生 他已经快死了 还想着找本少爷拼命 啊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死他啊 救命啊 救救我 啊 这唐蛇妖 都被如此轻易地斩杀 啊 这小子什么来头啊 啊 北明 你没事吧 哼 没事 不过就是一条 大典的爬虫而已 你去找几个人 把这蛇妖抬回去卖了吧 哦 哦 好嘞 哪里来的猫头小子 谁允许你们动这疼蛇妖的 怎么 你们想抢我的战利品 这小子 这小子什么来头 青木藤蛇妖搞得我们这边几十个中级兽人 险些全军覆没 他却一个人就搞定了 气息很弱 刚踏入初级兽人境界 这怎么可能 华文刚踢手 居然有这等神兵力气 老子 这藤蛇妖 是我们千辛万苦引过来 准备活捉的 你一言不发 就杀了我们的猎物 不赔偿我们的损失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哦 你想要我赔偿什么 哼 我们洛河市除一个兽人也不容易 老夫今天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把那把匕首赔偿给我们 今天的事儿 已调消了 路河 花纹钢匹时 连藤蛇妖的坚硬兽皮 都可以精盈刺穿 以后练杀其他兽妖 可就更有把握 哼 想要我的花纹钢匹上 不行啊贝明 凭什么要给他们 这蛇妖分明就是你杀死的 要不是你出手 他们恐怕都死在这条藤蛇妖手里了 他们不信你救了他们的命就算了 还想打这么匕首的主意 哼 放肆 我们在这里说话 一个普通人也敢插嘴 不知死活的东西 狗熊 你没事吧 狗熊 没 没事 哼 哼 不错 居然能扛住我三分力道的一脚 小子 以后就做我红病的剑奴吧 没准我哪天高兴了 就赏你几头右兽再指点你一番 找死 找死 小心这小子 小心这种出入兽人境的垃圾 哼 我可是初级兽人境界颠覆 哼 战处不这么弱的惊风 魏狼妖 死了这个小畜生 秦魏狼这种低贱血脉的东西 别好意思拿出来丢人 血球 他就交给你了 叮叮 听说 狼肉的味道 吃起来也不错 哼 这死活的东西 拳头大小的肉团 不够狼腰塞牙缝呢 小子 少人之间的战斗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的手 小畜生 我的手 都断了 少 少爷 你不是想要我的匕首吗 小 小畜生 你敢斩我的手 秦魏狼妖 给我撕了这个杂碎 本少爷要把它剁成肉泥味狗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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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够遇见他 算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狗熊 您想怎么处置他 处置 贝明不要了吧 他是洪家的少爷 我们得罪不起 要是他家追究起来 我们以后在洛河市 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只被踹一脚 不碍事啊 洪家 区区一个洪家 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你帮了我和舒仪很多 是我最好的兄弟 以后 谁敢骂你们一句 我就割了他的舌头 打你们一拳 我就斩了他两只手 踹你一脚 我就剁了他两条腿 想让你们死 我就灭了他九族 你 你们 还愣着干嘛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抓住那个畜生 把他碎石万钝 变成肉泥 都给我上啊 赶端了红少爷之手 大家一起上 将那小畜生拿下 上啊 北冥 小心 北冥 小心 北冥 小心 战兽已死 接下来 是你本人来吗 少侠大人大量 庆荣老朽 带我家少爷 向少侠和少侠的朋友 道歉 带我们回到家中 老朽自会禀名家主 请他亲自前往少侠住处 背离道歉 好 下走东西 什么 跟牲畜一样的手段 我都觉得羞耻 红少爷 接下来 就该你了 不 不要 你不要过来 我是红家的人 你要是杀了我 红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行 你说 那小子真的会杀了红兵 我们家故事要乱翻天了 北明 接下来怎么办 红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还有那些其他几家的兽人 他们可都是冲着金木腾蛇腰来的 怕什么 我说了 区区一个红家而已 他敢来 我就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其他几家 想抢我的猎 至少看看 他们没有那个展示 他还真敢动手啊 撤回可以看好戏 那小子的战处不简单 比精庚还坚硬的兽朱 竟然就那么被啃着吃了 还有他手上的武器 怎么看都不是繁体 洛河氏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恨角色 应该不是洛河氏的人吧 这么厉害的人物 我们都没有半点耳朵 而且 他对红家的人说啥就啥 分明就是不把红家放在眼里 整个洛河氏 谁有这样的胆量和底气 等等 我怎么觉得那小子看起来 有些眼熟 他是陈家那废物 被家族赶出东方家的那个陈 对 他就是叫陈北明 陈北明 他的父母就是那两人 是 是不能列号右兽吗 家族和陈家夫妇 都帮他尝试过 他根本就是个无法成为兽人的废物 从现在 诸位还在这不走 是想要抢我的藤蛇妖吗 你的藤蛇妖 我们跟他畜生战斗了大半天 伤了几十个猴 哪里钻出来的小管管 滚开 不然老子现在就灭了你 什么叫你的藤蛇妖 陈北明 我劝你最好不要放肆 这里可不止一个皇家 那条藤蛇妖 大家都是拼了命的 你想要 自然可以分你一份 如果你真想撕破脸皮 独占 以后在这洛河市 别想再有立足之地 这么说 你们还是要强强我的猎物咯 小子 放肆 既然你不客气 那正好 本少爷最近缺钱已经中了 各位兽人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 什么 上打劫我们 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大家一起上啊 杀了他 这小子 我一开始就是这个打算的 找借口跟大家动手 然后 可是 他毕竟只是一个人 有多强 东方家的少爷 看来他们都不关心你了 那就只好 让你受点委屈咯 父亲 救我 木儿 臣家小子 你敢 小畜生 敢 我的腰 父亲 父亲 杀了他 杀了他 我的脊椎被废了 给我杀了他 若儿 臣家小畜生 欺人抬身 大家一起将他拿下 否则 谁也帮想躲过他的羞辱 对 一起杀 杀了他 不辞量力 不辞量力 大家一起上啊 小子拿命来 小子 帮自己 快 你 小子 你 你 心 你 你 我 要 我 要 我 那 我 陳維銘拿命來 怎麼 你不要啊 無自量練東西 小心快閃開 不要啊救命啊 不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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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比他们都强 什么 你 你是说 我也能成为兽人 我真的可以吗 那当然 你可是我最好的兄弟 啊 赶紧的 让我看看这帮家伙 都带了些什么 啊 好好 我听你的 我也终于可以成为兽人了 北平 快来看 有不少好东西呢 呃 加起来 也就一百七十多万不到两百万 我那可欠了将近三百万的债 这下就算把蛇妖全卖了 估计也不一定够吧 北明 这可是一百七十多万啊 不是一百七十多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一帮穷鬼 这么多家人马 连个三百万都凑不到 醒了就别装睡 你要干什么 放过我吧 行了 闭嘴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洛河市 给今天在这儿的几大家族带个话 活得一百万 死了五十万 叫他们带好赎金来赎人吧 家主 是家主带人来了 救命啊 太好了 天明 那是 是 释迦虎 驾驻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这几位都是 高界的兽人 家主 那不是陈家的小子吗 那路上是这小子干的 他已经是兽人了 别 别儿 是谁 别儿 到底是谁杀了我儿子 家主 就是那个小树城杀了少爷 他还打伤我们 将在我们身上的宝贝 想独吞那疼蛇妖 这小子 区区一个出入兽人间的小畜生 竟敢杀了我儿子 父亲要将你千刀万剐 让我为女儿的在天之灵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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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把匕首 这畜生看见水果刀就怕成这样 如果以为一把小小的匕首 就能护得你周全 真是痴心妄想 这小子竟然能逼退红家的闪电雕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家主 我们要不要动手 用什么手 没听到红家主说要自己解决吗 而且我还想看看 这小子到底有多少能耐 不要因为一把小小的匕首 就能护得你周全 小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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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有 这是小七拿手 给老夫滚过来 这招开山烈士的小七拿手 竟然被一把匕首 小七拿手 一层练骨 二层练肉 三层才练皮 你连第二层都还没练到 还敢跑出来丢人泄影 家主 家主 小的踢铃支血 家主 小的踢铃包扎 想不到身为高阶兽人的洪震涛 竟会被一个出入兽人境的小子打败 真是讽刺 洪震涛修炼的小秦拿手 素以刚蒙著称 而那小子单凭一己之力 就破掉了此功 怕不是那匕首上 藏有玄机 难不成是把神兵力气 以当初陈家夫妇的能力 要造出神兵力气 是绝不可能的 苟且他们研究的 也不是这个 即便真造出了神兵力气 为什么要在他们失踪了 这么多年以后才出现 还有那只从没见过的 奇怪战虫 莫非这小子背后另有高人 净把我的魔闻丢 所有人一起上 务必活住了那小畜生 是 家主 大家一起上 活住了那小畜生 所有人一起上 务必活住了那小畜生 是 家主 两个高界兽人 这五个是终结 来吧 来吧 一起上 你 你 你 担打不过就一多七少 宏家人也不怕被人笑话 哎 话不能这么说 那小子握有神兵力气 身份也极不简单 若不联手对付 怕是奈何不了他 而且 我总觉得那小子 有几分眼熟 好像在那儿见过 你们还在等什么 七个兽人 连一个出入兽人境的小鬼都不敢等 看来 你们宏家 也不过如此 小畜生不要欺人太甚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大家小心那畜生的匕首 一起上拿下他 好 一起上 对 大家一起上 杀了这小子 为少爷报仇 为少爷报仇 杀了这小畜生 不是说合意起上的吗 太强了 一下子就干到一个高级兽人 这小子真的是出入兽人境吗 龙家神经百战的兽人 居然碰都碰不到他 这小子就 居然是东方家的姑爷 惊了 难道东方家 想要借此 灭了红家 这次红家死了少爷 还折走了那么多手下 今后在洛河市 怕是不好过喽 想不到东方家 会使这么毒辣的手段 谁说不是呢 东方老儿 你竟敢算计我 北 北明 我还在想 你跑哪儿去了 没事吧 没事 为了不影响你战斗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藏起来 道士 你怎么样 没被他们伤着吧 就他们那三脚猫的功夫 你觉得 能伤得了本少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那边 会是个什么情况 等着收账就行了 东方老匹夫 我们红家与你无缘无仇 你却只是自家女婿 杀我儿子 枕我手下 莫非你真要将我红家 连皮带骨一口吞了 东方兴穷 你倒是说句话呀 大家在洛河生活这么多年 就算有点小摩擦 也不用灭族这么狠吧 好歹给大家一个交代呀 无中生有的事情 有什么好交代的 我东方家 早在几年前 就与陈家解除了婚约 这小子是死是活 都与我东方家 没有半毛钱关系 洪家主 若是不信 大可当着我的面 随意处置他 我东方兴穷 绝不阻挠 老狐狸 明知我奈何不了这小子 故意这么说 等着吧 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 既然和东方家 没了关系 那便好说了 那小畜生 仗着手中的力气 横行霸道 不仅强强腾蛇妖 还将我等族人 砍死砍伤 若是放任不管 只怕整个洛河事 都将沦为他的天下 所以我提议 不如大家一起联手 拿下这小畜生 就当我红毛 欠各位一个人情 先不说洛河 会不会流爱 那小子的天下 这伤了自家族人 是不能不管呢 又没好处 还折损战力 我是真不想 蹚这趟浑水 这一多七少 本就被人耻笑了 要是我们这么多人 联合起来 都拿不下那小子 这船出去 只怕洛河就不单单 就不单单是洪家混不下去了 各位 各位打扰一下 在你们讨论出结果之前 能不能先把账解了 活的一百万 死了的五十万 数不打折 你这小畜生 那就怎么办 一百万数一个人 这钱我东方家给了 如果能用钱来解决 那是再好不过了 这点小钱 我独孤家 也不会放在心上 给就是了 几百万而已 就当是看了一出好戏 你 你们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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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物 这 怎会有如此多兽物 怎么办 兽物乃是 妖兽身上的毒气 力气和血腥之气 凝聚而成的毒气 这么猛火的兽物 也不知有多少妖兽在里面 这落河附近 有兽孤 不对 兽兽机车 应该是在一年后 从发生 会是 美名 我们快逃吧 这副怎么看都不对劲 反倒兽手 伤了世界线 所以兽兽提前爆发 书衣 兽兽 对不起 哥哥上一时没有保护你 书衣 这一时 哥哥绝不会再抛下你 北明 喂 兽兽 你先回洛河 替我照顾好书衣 等我解决了屋里的妖兽 再回来接你们 等等 北明 共作快点 快 这边 这边来人快帮忙 这边还有活的 快 在兽物到来前 赶紧把他们带走 死的统一装一车 活的赶紧抬上别的车 快点 快点 快抬上车 快点 先别把是哪家的人了 都抬了上车 家主快看 陈北明 那混小子疯了吗 这么浓的兽物 就算把整个洛河的兽人 加起来 也抵挡不住 不 这些孽畜等级不高 灵质也低下 若是交手 兴许还有几分胜算 倘若放任他们进入洛河市 就真的是灾难了 传令下去 弓方家所有人 做好战斗准备 要顾惜一切代价 挡住妖兽的进攻 绝不能让妖兽攻入洛河市 好战呢 最后来 这是最后来 你能够有任何什么事 从几分半岁里 我可能是要 日子 快点 你会抬上去 我可能是没什么事 就先从你开始 去吧小东西 在这儿呢 畜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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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东西 看你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力也不过如此 这是 好强的力道 好险 若是被这种力道杂重 一定扛不住 虽然避开了 但身体受到的冲击波太大 双脚感觉很沉 小鬼猴王 小东西 快回来 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该死的畜生 竟敢伤我兄弟 自今天把你们统统剁碎了为狗吃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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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一点小伤 没啥大碍 方才要不是你 我恐怕就死在这儿了 说啥死不死的 你要真死这儿了 树仪那逆子还不立马把我撕了 能秒杀赤焰青狼的小鬼猴王 萧雪球居然能以出击状态与其抗衡 莫非 雪球在赤焰青狼的身体里时 已将她的兽猪吞食了 什么 扭 扭伤了 小鬼猴王可是终结的妖手 居然这么轻易就被打死了 那小子的战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从未听说过 看那东西只是用蛮力 也没见识出啥武技 说不定就是个异族蛮兽 成不了气候 倒是那胖小子有点潜力 小畜生运气好 等回到洛河 老夫定将你千刀万剐 祭奠我而亡魂 家主 妖兽们已经退去 嗯 陈北明那小子 看样子也受了伤 要不要臣现在 不必 先回去将伤员送往质量 再差人处理一下 这些妖兽的尸体 看能不能弄到 些有价值的东西 是 是 是 血球 小血球 你拿的这 你怎么了 北明 这些东西到底是个啥 北明 这不会就是 瘦 这就是兽弹 弟弟 北明 这些 难道说是 青狼腰的蛋 不是 这些兽弹 不管颜色 还是大小都不一样 即便里面有 青狼腰的蛋 也不可能全是 但是 为什么 赤验青狼体 会有这么多兽弹 而且 弹下兽弹的妖兽 应该比它强大很多 否则 这些蛋也不会像现在这个很好 留有生命波动 一共四 战虫 要不要 来练一个战虫 战虫 战虫 你腿子 目前就是四枚还是活的 你选一个吧 嗯 你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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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反驳 你腿子 你腿子 这小东西竟然吃撑了 如果我们尽快突破境界 就会被反驳的兽源 撑破身体 这就已不会不安全 我 此外 我 你太多了 也不 狗熊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回来了 王弗 野兽真经 炼兽真金是星萌的顶级修炼功法 可以令修炼者在炼化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寿源 加快突破速度 此时还能在修炼过程中有效利用寿源修补受伤经脉 令修炼者的身体瞬间火热 以承受更加强大的寿源冲击 心灵同水药 小火舞 这年轻荣药 求疑你们也是影响少爷的心智 啊 啊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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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到了中间 离高界只差一点点 要是反补的寿源 要是反补的寿源再多那么一点 我估计就撑死在这儿了 真是万幸 有了 我记得和这堆破烂放在一起了 应该在这里啊 难道我记错了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哼 有了这破魔弩 就可以先发指引 也不用担心 被人偷袭了 别了 放开 狗熊哥哥 你怎么了 狗熊 狗熊哥哥 你没事吧 狗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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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姨 怎么回事 哥哥闭门不出的这两天 弘家想让狗熊哥归顺他们 狗熊哥不从 便被打了 兩天 我既然用了两天 才突破的攻击 上一世突破战将级 也才用三天而已 弘家的人还说 到了明天 这狗熊哥还是不敢归顺 便要记起屠刀 连同陈家一并屠了 所以我等才为此而来 老夫袁清雅 蛇孙袁明 我等受家主之命 特来邀请这位 五狗熊小兄弟 加入我们袁家 袁家 将来 你就是陈北林吧 家主说了 你要是愿意 也可以来人 袁家 一个供奉的位置 倒也不会令死 刚才那小丫头说的话 也听到了 弘家的怒 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狗熊哥哥 我们袁家 可是在帮你们 若是这些人 真看出狗熊的潜力 这一道也罢了 怕只怕 他们将狗熊 当作一件蛮子 誤了狗熊的前程 哼 袁家的好意 北明心领了 但是我和狗熊 不会加入任何家族 所以 请回吧 臭小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袁家好心好意来帮你 就想这么把我们打发了 今天这姓吴的小子 要是不答应 不用洪家的人过来 我们袁家 直接血洗了这里 袁家有血洗这里 要真这样 可怎么跟家主交代啊 哥哥 哥哥 血洗 就凭你们 这功夫仇 好臭 辣眼睛啊 什么味啊 好臭啊 受不了了 刀不住了 太臭了 快出来啊 吐死了 好臭啊 淑姨 你带着狗熊到卧房等着 没我的指示 不准出来 今儿就会去吃法酒 今天老夫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求生 不得 狗熊哥哥 慢点 这边走 你先休息一会儿 哥哥 好 本少爷倒要看一看 你是怎么让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 小畜生 既然你不识气 今天就教一教你该怎么做人 吴九瑶 你死了 你死了 你死吧 你死吧 好 好强的力量 你小子的力量太强了 严元明这么强的兽人 你占不到一点便宜 明儿 不可中动啊 可恶 不可 找死东西 我的图就要 我要你的面啊 明儿快回来 拿你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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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月月 月月 报仇 放心吧 爷爷一定替你报仇 小畜生 付好心好意来招揽你 你竟如此不识好歹 今天若是不将你剥皮抽筋 随时万段 保护势不为人 救药 救药 用开山猎石找 开山猎石找 明明这处上还没到战将纪 竟然觉醒了武技 若是 毒救皇族的血脉 如果是皇族的血脉 在高阶就领悟战绩便不足为奇了 走 一直在思考 完全忘了这处上已经过来了 下的关机也来不及了 小小东西 该死的畜生 滚开 小畜生 找死 这下有好戏砍了 还没弄起状况就开打 太冲动了 是啊是啊 这小子太强了 这小畜生很强的力量 你 尊与处 竟然奈何不了他 赵王族血脉看着也没那么厉害 就算有战绩也还是抖不过 原青崖这老东西 怕死倒大霉了 这个小畜生 这个小畜生 原家的人就这点坏事 手臂 你这个畜生 之前他只是个出入寿人境 要是让他就这么成长到战将级 这陆河城岂不成了他的天下呢 刚才的幻影展示五级 他不是才终结修为吗 那么接下来 又是你们哪一家 要血洗我们 陈 陈少说笑了 我们东方家是来赔钱的 这是家主交代的熟人金额 还向陈少清点 先前在陆河室外的恩怨 便一笔勾销吧 陈少 我们徐家也是 陈少 这是我们叶家的赔款 既然两清了 数不远送 陈少 那我等就告辞了 陈少 关于吴兄弟加入一事 我们独孤家随时可以接纳他 先前的许诺也依旧有效 烦请代为传达 陈少 还有我们叶家 若吴兄弟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请尽管跟我们说 只要他愿意加入叶家 红家的那点恩怨 我们叶家都接下了 且慢 这二人还请各位一道送回原家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 麻利点 快点 快走 快走 别急 下东西 狗熊哥哥 你忍着点 消消毒 想不到我这泥腿子竟然也会变成香波波 让这几个家族的人同时开出那么高的条件 他们开出来的条件 就算再高十倍 也抵不上你的价值 哥 北明 狗熊 伤势如何 有没有伤到筋骨 一点皮外伤 我皮糙绕后的 离伤筋动骨还差得远呢 倒是你 没被原家怎么样吧 根本不够看 就算他们跟红家联手 我也照样收拾 哥哥 哥哥好厉害 说正事 既然你没啥大碍了 正好书一也在 关于上次说恋战众的事 你们各自选一个吧 哥 真的吗 那我选这个 这个我喜欢 好 下面认真听好 按照我说的来做 将鲜血 滴在蛋壳上 放空自己的意识 用心 去感悟兽蛋里的生命 放松 寻找到他的心跳 感受你们 之间的连接 被别 做梦 这是 这小东西就是我猎话的赞宠 这就是我的赞宠吗 小东西 你 小混蛋 你竟敢对着我赞宁了 这骚味 臭死了 我还以为狗熊哥哥的战宠 会是大狗熊呢 结果是只白猫小猴子 够狗熊瘦的了 像洛河这种 偏居易遇的平积之地 怎么会有九天灵霄鹤 跟通壁白猫园 这种强大的妖兽 而且不管实力 还是血脉 这俩都比青狼妖 高出千百倍 它们的兽蛋 到底是怎样 才会落到青狼妖手里呢 像洛河这种 偏居易遇的平积之地 怎么会有九天灵霄鹤 跟通壁白猫园 这种强大的妖兽 而且不管实力 还是血脉 这俩都比青狼妖 高出千百倍 它们的兽蛋 到底是怎样 才会落到青狼妖手里呢 别闹了小东西 那是书衣和狗熊的战宠 不能吃的 等以后 遇上更厉害的妖兽 保准让你吃个够 九人吗 陈北明 哥 好像是紫玉姐姐 东风紫玉 她来做什么 你们两个 乖乖待在这儿 没我的指示 不要出来 这破房子 人都去哪了 你还来做什么 我说过 这屋子里的东西 哪怕是一张纸 也不会买 谁 谁稀肯你家破纸了 九人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为了对付你 红家把自家 所有在外历练的人 统统招了回来 你最好趁现在 赶紧离开洛河 多谢二小姐前来报信 若是没有别的事 就紧回吧 我是不会做的 你 你这人怎么不是好胆 红家的人马上就来了 你就这么急着送死吗 我陈北明就算是死 整个陈家被踏平 跟你东方家 也没有半点关系 恕不远送 请回吧 陈北明你这王八蛋 亏得本小姐 好心好意来通知你 不领情拉倒 要不是他 谁会来这破地方 不是好歹的东西 活该死在红家手里 哎哟 这不是东方家的二小姐吗 哼 还说跟陈家没瓜葛 这不是让自家女儿 来通通报信了吗 东方心穷 真是好心急呀 红家主 本小姐想去哪边去呢 跟家父没有半点关系 跟东方老儿没关系 那你到这陈家做什么 该不是你姐的婚事退了 由你顶上去了吧 是啊是啊 二小姐着急了 家主说得对啊 老匹夫 闭嘴 都说东方家二小姐 雕蛮任性 死亦妄为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宁图 红名图 他就是那个 红家新一代的领军 想不到会遇到这家伙 听说他背后 有灭妖殿成妖 修为也达到了高级 伯父 你们快去找那 姓陈的小畜生 别让他跑了 好 都跟我走 真是棘手 名图 你要小心 别让这丫头搅了局 哼 红名图 你到底想怎么样 哼 想怎么样 我只是怕二小姐 一时冲动 伤了两家的和气 我想东方家主 也不愿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再说了 若是惊走了那小畜生 对二小姐恐怕也不利吧 那陈北明走不走 跟本小姐有什么关系 若真没有关系 这事倒好办了 这个蠢蛋居然真的没走 救命啊 一群犯头 放我来会回那畜生 我的腿 小畜生 这就是你龙家的实力 一群土鸡娃狗 就凭这些祸子 也想活捉本少爷 我本来是不想找你麻烦的 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 本少爷 今天就送你一城吧 我本少爷 今天就送你一城吧 什么人 红家红名徒 灭妖殿兴法张老的弟子 今日 可来为唐兄红爹 保仇血恨 灭妖殿 又是哪儿冒出来的鬼玩意儿 伯父请先闭一闭 这里就交给小只来处理吧 名徒 我不管你是灭妖殿 还是灭鬼殿 如果不想变得 跟那老家伙一样 就带着你的人 从这儿滚出去 否则 你明明是灭鬼泽水吗 刚才是什么事 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不用那么紧张 我不会杀你 相反我很欣赏你 像你这样的高手 待在这小小的落河 未免有些浪费 不如这样吧 你归顺于我 我带你加入灭妖殿 让你有更多实战拳脚的机会 而且你跟洪家的恩怨 也可既往不咎 不好意思 我对你这破调 没兴趣 树木刺光 真是可惜 那你就乖乖死在这儿吧 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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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别提了姐姐 那小鼻涕虫不识好歹 硬要给洪家送人头 估计现在 也就被洪家抓走了 紫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是洪明图 洪明图 就是那个洪家 新一代的翘楚 我俩洪家 真正的领军人物 灭妖殿的洪明图 不行 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的 我这就去找父亲 阻止洪家 姐姐 你又是何苦呢 那小鼻涕虫 都已经没把你当未婚妻了 你干嘛为了他 去得罪洪家和灭妖殿 更何况 父亲早就解除了 你跟陈家的婚约 我们跟那鼻涕虫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傻丫头 从爷爷定下婚约的那天起 我就已经是陈家的人了 即便父亲解除婚约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生是陈家的人 死是陈家的鬼 姐姐 竟然能咋做得无高 有两下子 不过完呢 就到此为止吧 没想到冥土 仅能轻易压制住那小畜生 灭妖殿的实力 果然名不虚传 从今以后这洛河 看谁还敢与我洪家作对 他手上的无高 在与匕首接触的时候 不落下方 不计 也是一件神定 再加上那鬼影似的身份 今天使出鬼影斩 也会被他轻易躲开 鬼影 我怎么把这招给忘了 受死吧 没影步 消失了 喂 你在耍啥猴戏 我告诉你 你应该砍中他了 被他躲开了 不 一定是我的错觉 拿命来 山崩 地裂 这次死定了 好一剑山崩地裂 不错的武器啊 不 不可能 只可惜 修炼的还不到佳 通有山崩 而无地裂 续死 出狂言 闭嘴 若是你将地裂也施展出来 或许 还有那么几分胜算 输了 闭嘴 若是你将地裂也施展出来 或许 还有那么几分胜算 我输了 闭嘴 不过 已经没这机会了 怎 怎么会这样 凌土屋 怎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快 不会长东西 你断我一只手 我要你的命 家 家主 明途他不会有事吧 不会的 明途是宏家崛起的希望 我绝不会让他出事 但是那小畜生的实力 比之前成长太多 若不尽快扭转局势 都过来 都挺好了 这样 又在头儿什么鬼主意 こと 清 blossom 看 不 若你 真怎么回事 继续 真是难缠 看我们直接干掉的人 计划都清楚了吧 不惜一切代价 抓住陈家的小丫头 我让那小畜生尝尝 得罪红家是什么后果 上 小畜生 既然你要跟我红家不死不休 那我便跟你鱼死网破 又来这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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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送你上路 啊 啊 是 失败了 啊 舒牡 零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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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树一 啊 我说了要保护好你 要杀了你们 不要杀了你们 好强的杀影 我要把你们红甲 终杀光 去死吧 炸 猜 我给你走 我不快走 这里交给我 出生来呀 啊 你走 我们撤 快点走跟上快跑 休想 闪风 地裂 哈 你到此为止 小畜生 你我的胜负改日再绝 想跑 想跑 看我追上你们 把你们看到连扎都不胜 别追了贝鸣 你快救救树仪吧 树仪 我愿意 炸 你了解 谢谢大家